是這個星期的料理不好吃我就是 自信滿滿的介紹露營美食 一人王少偉23號還在自己的YouTube頻道上更新影片 沒想到24號凌晨他確診新冠肺炎 收出PCR檢測結果 證實自己染疫 他開玩笑說這波流行我追上了 停溫36.8度沒有任何不適 並表示這幾天會在家休養 閉關自我修煉 從健康唇子App裡面也可以看到 20號王少偉才剛接種疫苗第三劑 而疫情年收至演藝圈 現在胡瓜的兒子胡適安也傳出染疫 才剛結束運動實境節目的錄影 胡瓜日前因為和確診者同台錄影被狂烈 胡適安最近覺得喉嚨不舒服 就決定去檢查做PCR 沒想到確診陽性 經紀人表示胡適安狀況算是輕症 在家隔離休養中 而目前正在如火如土拍攝芯片的柯震東 劇組也傳出確診消息 今天就是什麼啊 就是你這輩子的成績單 白色是英德 黑色就是業障 先前才以電影月老創下亮眼神經 柯震東緊接著開拍芯片 現在卻爆出劇組攝影確診 柯震東經紀人表示 工作人員與演員都會固定做快篩 柯震東目前快篩皆為陰性 也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 TVBS新聞和家洋 曾文珍台北報導 沒有興奮表情 重獲自由第一天 台北市長柯文哲到疫情最嚴峻的中山區 視察區疾關懷中心 以居家隔離固欄人身份找問題 但要解決的 還有目前165所學校停課 影響6.4萬位師生 在這樣下去全市都要停課 台北市國高中 這週改採線上教學演練 沒打疫苗的小學生卻照常到校 不少家長很擔心 小學生你讓他在家裡 你還是除非你家裡有人 不然你真的 那個小學二年級在家裡 什麼自主學習 這有問題 小學 因為明天上班日 我會找教育局在討論看看 小學部分要怎麼處理 現階段是演練為目標 因為柯文哲預估 未來單日高峰 上看5萬個本土案例 應該我這慢慢會一直上升 到最高應該會到5萬 100天 那降到1000 應該要兩個月以上 確診急速攀升 緩慢下降 大量病患 匡列 居隔 再不放寬 控壓垮前線 尤其第一線的醫護跟防疫人員 一旦一人確診 全要被框 姿勢體大 柯文哲先拍板 醫護人員跟 防疫直接相關人員 一定要首先排除掉 每天早上做快篩 陰性的就繼續上班 陽性的才撈出來 我等一下在線上跟他們討論起來 可以的話應該今天就開始了 一解除隔離 迎接柯文哲的是一連串的問題 柯文哲一早視察接連下指令 出關後享受自由的心情寫照 就用這一張凌晨12點第一時間的解隔自拍照 傳達最真實的心境 TVBS新聞 吳輝妍立平 特別報導 現在手上拿的這個東西 可能顯示我是最富有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快篩世紀 現在很多通路幾乎都買不到 也讓賣場一開買一入計 就讓很多民眾來搶購 快篩世紀 一直接著一直賣 開買不到一天 門市存貨 省不到一半擔心有人大量囤貨 賣場也寄出一人限購一支 不少民眾坦言是因為擔心疫情 感覺買了比較保險 賣場的一路莊 雅培世紀只在北北基堂391家門市販售 一支218元限量2萬隻 我可以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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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職在賣場有消息指出 超商快篩世紀也陸續到貨 不過民眾實際到門市詢問 店員說全都賣光 可能下周才會補貨 7-11和全家坦言 多款快篩貨量是門市而定 然也負責說 除了原先品牌 近期雅培快篩有新到貨 OK則是販售羅氏五路莊 各大賣場超商快篩貨量陸續補齊 但反觀藥局 藥局一支都沒有被鋪到貨 所以的話我們也覺得很疑惑 變成藥局現在目前沒有貨的話 反而變成就是說 藥局的話都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的 政策說的123萬劑快篩 週日前撲貨到各大通路 看來事先提供給賣場和超商 藥局訂單多到報也無法供貨 不過快篩 實名制最快將在5月上路 價格壓低到一劑100元 相較現在一支大多2-300便宜很多 民眾想買快篩可以再等等 這篇新聞連來張惠仙 太棒了 先找到鼻孔裡面的地板 所以你要先用手機鍋 親自示範幾乎人人都要會的快篩 怎麼戳有撇步 找到了鼻孔的地板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就沿著地板前進 我們的地板往後 棉棒順著鼻腸下緣慢慢前進 直到感覺碰到牆壁 上下左右刷一刷轉個圈 就能拿出來泡試劑 但想要無痛快篩 醫師教學這手勢很關鍵 一面轉一面前進 這樣就不會痛 只是癢癢的 酸酸的 最重要一邊前進 手勢一邊旋轉棉棒能減少痛感 不受人皺著事就連小孩快篩也不怕 像我會往上頂 頂到鼻腔的上面的地方 之後然後稍微再拉平一點 拉平的就往後慢慢進去 其他醫師不同方式 一般養頭姿勢 棉棒順著鼻腔上方進入 比較容易找到位置 手勢同樣要輕柔 否則硬戳可能受傷甚至流鼻血 等到棉棒碰到鼻咽 一定得深入快篩 結果才算數 如果你在鼻頭的地方 可能病毒量不夠 那你可能在踩的時候 的確你出來的時候還是一條線 但是原則上可能它是一個違因性 只在表層踩檢體病毒量不夠 結果不準確 找對方是有訣竅 無痛快篩也能自己來 小黃卡上三斤疫苗都接種完了 但姓名出生日期還有身份證號碼 得自己填上去以假亂真 蝦皮賣場上有人不笑 兜售假的紙本疫苗接種卡 還寫上出去玩上健身房 出入八大場所出示健保卡 就可以快速通關 而這些複製品全被賣夾 歸類在文創商品 一張500元試圖吸引民眾購買 不只這樣還有賣疫苗空白貼紙 無論你想要AZ莫德納BNT 都可以一張只要40元 去健身房或參加旅遊 都要打三劑疫苗 不過網路上卻有人在賣假的小黃卡 但真的可以過關嗎 對此健身房表示 都要核准身份證 以及相關疫苗接種資料 不過每家健身房要求不一樣 也有的只要出示小黃卡 健保快一通 或是健保卡上三張貼紙 手機照片出示一下檔案 也可以入場 而一般診所疫苗接種紀錄 都會上傳到中央電腦系統裡 醫護人員只要查一查核對 就可以知道真假 請他拿出手機出來 直接進入健保快一通系統裡面 去查詢他的接種紀錄 跟這個小黃卡上的接種紀錄 是不是完全一樣 這樣就可以知道 他這個小黃卡是真的小黃卡 還是假的小黃卡 不過律師提醒 私自販售蓋章的小黃卡跟貼紙來謀利 其實觸犯刑法 販售這樣的行為的話 那確實是一個偽造紋書 或者是偽造特種紋書 那麼如果你因為這樣購買了 並且像就是公共場合 其實出示或者是去說明 你有這樣子的證明資格的話 那你這樣都是行使偽造紋書 行使特種紋書罪 律師說明無論是賣還是民眾 買來拿去使用都違法 因為造紋書損害公眾 將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TVB的新聞 徐蒙杰柳會與台北報導 斑脫疫情再度緊張 連帶提升了疫苗的打氣 就算是假日可以看到 松寒車站的接種站 仍然湧入了排隊民眾 打疫苗隊伍甚至排到二樓 就是因為疫情在起 甚至有些場所寄出三紀令 也有人擔心副作用 因此選擇施打高端疫苗 政府有規定 規定一些健身房之類的 所以是為了要去健身 對對對 高端它是四肌蛋白 比較不容易有副作用 不過國內疫苗 恐怕快見底 BNT早就沒獲 莫德納也告急 像是北市預估 26號就沒得打 新北盤點後 截至23號統計 只剩下4.3萬劑莫德納 也就是最快27號就會打完 好在最新有20.04萬劑莫德納到貨 反觀Novavax 因為是次蛋白疫苗 副作用低 很多人都在等 原本拋出有一批要來的消息 但指揮官陳時中說 COVAX分配速度比較慢 還在罰貨中 有些人乾脆不等了第三劑 有什麼打什麼 畢竟未來可能跟縮短 檢疫天數有關 看起來先是長 對這個七天 大家也蠻有共識的 那我們在七天 在科學上有相當的一個根據 跟它的一個支持度 有專家建議 若是還沒有接種第三劑疫苗 居隔天數縮到七天 但如果打滿三劑可以再縮短為五天 也能成為另一種催打的誘因 指揮中心會不會採納還要再討論 至少縮短為七天 各縣市達成共識 最快下禮拜就能上路 對本新聞聯制之後山台北報導 大牌長龍做PCR 這畫面重現北京街頭 因為當地又出現新的疫情 初步流調結果顯示 目前隱隱密傳播了一周 感染者人群多樣活動範圍廣 目前已涉及學校 旅行團及多個家庭 北京市府預估 未來幾天確診數恐怕持續上升 下令出現疫情的行政區所有學校 每周進行三次PCR 在微博上有不少人開始擔心 接下來會不會出現 跟上海一樣的嚴密封控 上海從3月18號分區封控以來 嚴密封控措施已經將近一個月 但24號新增確診仍超過兩萬一千例 當地官員形容上海疫情現在處於高位波動 這個增加的原因呢 與近期的社區特別是一些老舊小區 共用衛生間和廚房等現象普遍存在有關 另外呢就是建設工地 企業等聚集性的預期有關 大陸官方強調動態清零政策不變 但微博上也出現不同的聲音 至於北京疫情能夠隱匿一個星期 都沒有人不舒服主動就醫 是否就表示病毒威脅減弱 也有人呼籲官方盡快開放 別折騰 別鬧了 TV新聞羅宏昌 莊志偉綜合報導 沒有牆壁也沒有門 唯一能遮雨的就是頭頂上的路橋 行李往身邊一放 這就是上海很多外賣員半個多月來的家 回住在橋下是因為外賣員大多是外地人 疫情瘋狂之下 飯店 賓館都拒絕他們入住 問題是這樣睡成一排 又增加了交叉感染的風險 直到日前出現有人血疹 當地才安排新的安置地點 感冒就好不了一樣 我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裡好像有幾個就已經是感染了 感染了 疫情對民生造成一定衝擊 工業跟經濟影響也不小 上海不少企業開始復工復產 汽車業就是其中之一 比如說地毯 座椅 一些我們儀表的本體 這些關鍵的零部件 目前能夠滿足我們 現在有序的生產吧 有序的爬坡 供應商也在盡期的按照 我們的一些防疫指南 在做準備工作 也在盡快的復工復產 上海市府推動汽車 半導體等666家廠商復工 根據官方統計 已經有70%恢復生產 但也有企業反應 工廠是開了 但卻只有不到30%的工人 能回來上班 勞動力短缺 工作也很難正常 TVBS新聞 黃凱進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